我想问一下我是88年属龙的 我想看一下我的结果的迷走 然后我最近这两天脸抽的很厉害 88年的 对88年属龙的 你的血脉不合 我告诉你脸不抽 就是血凝度太高 我告诉你 你第一要多喝水 多念心经 赶快念心经 我现在看见 你现在身上有像发大水一样的 你要特别当心 你士气很重 我告诉你士气重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就是犯邪淫 我知道 我知道我最近在唱会我告诉你你前一段时间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了 我只能跟你讲到这里了 听不懂啊 哦 是不是我在在网上找一些红法素材的时候 你不能动心的 你一动心就不行了 就是比方说你找红法素材看到这种那些东西再怎么吸引你 你也要咬咬牙就看过去 就是把它抵抵掉 或者过去 你不能说停下来看一看的 你只要看一看你前面红法的找素材就是大打折扣听不懂啊 哦 我知道了 我错了 师父 我以后好好注意这方面 注意这方面了 已经已经吃苦头了 注意这方面 师父 我 您看一下我那个结过了没有 还有业障比例是多少 我88年属龙的 嗯 你还有一个节呢 还有一个小节呢 嗯 小节是吧 嗯嗯嗯 好吧 那个我业障比例多少啊 师父 88年属 24 下来一点点 下来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我最近真的 今天一直在努力 嗯 24 你不能再开玩笑 我叫他你们 你们知道 现在年轻人死的很多啊 我跟你说 我知道师父 你们不要开玩笑 师父 我忏悔 我忏悔我做错的事情 我真的在改过了 改死改关系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做畜生事情啊 人 人不能做畜生事情 听得懂吗 嗯 师父 我这个节 过嘛 不知道多少改什么 因为我之前许了 108 后来又许了一个69 我不知道 是继续念没念完的 还是要再重新许 然后鱼的话 我之前梦见师父 跟我开了一万三千条 我已经放了一万多条了 慢慢放吧 没关系的 你现在我告诉你 你还好啊 师父给你加持过了 所以你应该 问题不大 我就跟你讲了 这不能经常救你的 这一次 师父的法生 到你梦里来跟你讲 叫你放声 许愿念经啊 你这一次 你自己经文的话 你已经许了 就是这点经念掉就可以了 小房子念掉就可以了 哦 好吧 对 师父当时 跟我梦里开示的时候 说那一万三千条 是保密的 跟我讲 我跟你说的 你不能 你们真的不能再欠 很多债了 这种情债 不能欠的 你听得懂吗 不知道 师父 你们真的没出息 我会好好求的 没出息 实在 实在不行 就在家里待这么 就好了嘛 不要出去跑了 明白了吗 我最近就觉得 我的 我就觉得 我最近意念被干扰的 特别严重 就是我之前都不会 有这样 这么严重的情况 最近就研究到 就感觉意念都不像是我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了 那就是姐呀 我是努力在设计 那就是姐呀 你不去看 你眼耳鼻舌声音 你全部都控制好 你怎么会 控制不住啊 你就是要看了嘛 你才控制不住的呀 耳朵听了这种声音 才会控制不住呀 你们不要这样啊 听不懂啊 哦 不 好吗 我再问最后一个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之前 前两天梦见 你的声音跟我讲的 说我大节将至业障 会升到90%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您可以帮我说一下吗 说什么 您梦里跟我说 说我大节将至业障 会升到90% 前两天做的梦 我只是听到您的声音 没看见人 是啊 你这个节是蛮大的 你千万不能再碰了 我现在给你 唯一的忠告 你在这个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 犯的邪淫啊 或者 有的时候嘴巴乱讲话 这两点要守住 好吧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你也咬咬牙 千万不管别人怎么勾引你也好 你千万要咬咬牙 你要是做了这个事情 你就走人了 我只能讲到这里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自己真的 太把你当个男孩子了 你听得懂吗 什么都不守戒 什么都无所谓 你想想看了 哎呀 主要问题 现在就是你的 其实这种谐音的次数 已经过量了 所以你这个拉下去 就很 很容易下去了 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 听得懂了吗 好了 听话一点了 听话一点了 不要听完之后就忘记了 命没了才哭就来不及了 听不懂啊 我吃得着 我最近很少 是因为师父 嗯 嗯 好了 如果最重要 看见莲花吗 11435 多少多少啊 11435 我的莲花 11435 恭喜你的 死不掉 菩萨保佑 你死不掉了 莲花 莲花还在上面 死不掉人呢 嗯 担心 好了 谢谢师父 我们也要想活得像个人一样 不要活得像个畜生一样 听得懂不了 听得懂 好好改的 好好改 不要这么没出息啊 看到一些这种东西 马上就眼睛就直出来去看 你怎么这么 哎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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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争气的了 一个个就是 好了好了 再见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这方面在控制不住的话 我就不救你了 哦 我一定改 我一定改 我改了师父 改了师父 我控制我控制 我控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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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